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核潜艇的这个项目上它是上了贼船下来很难 现在美国和英国虽然说正在推进联合制造核潜艇向澳大利亚出售的这样一个项目 但是呢已经大大的拖延 澳大利亚海军方面表示真是等不了了 那么这怪谁就怪他自己轻信了美国和英国的许诺 原本澳大利亚海军是打算和法国合作 法国呢为他改造出一个大型的常规动力潜艇 被称为短期缩渝级 这个短期缩渝级啊 技术相对而言比较成熟 因为它是利用现役的攻击型核潜艇进行技术改造发展而来 把攻击型核潜艇的核反应堆拿掉 换装上常规的动力设备 也会加装AIP系统 那么在维护保障和使用方面 既省钱也可以节约很多的人力成本 结果呢英国和美国就联手呼吁澳大利亚 说攻击型核潜艇啊更好用 让澳大利亚和法国人撕毁了这个合同 但是现在来看呢 英国和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的攻击型核潜艇 造起来难度太大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一家造 而是两家分工进行联合制造 那么要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开工建造 美国方面呢可能会提供核反应堆 包括一些停载的武器 以及这种自动化的指挥系统 那么英国方面呢主要是建造奈牙挺壳和挺体的主要结构部分 最后呢可能是在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进行组装 所以呢三家去进行这个合作 分工起来很麻烦 进行集成又很复杂 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的项目一拖再拖 美国和英国帮助他所谓的铁杆盟友 发展水下的这种进攻性的作战力量 虽然说呢也可以对于美国海军和英国海军 进行这种行动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辅助 但是对于美英的军火商而言 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澳大利亚呢只能等 那么要等多长时间 大家不知道 只能说这个攻击型核潜艇 它充满的变数是越来越多 而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项目拖延的时间越长 他所支付的这个费用也就会越多 而且后续的麻烦也会越来越大 那么可以看出在奥库斯这个军事同盟体系当中 美国和英国对于澳大利亚是一种纯粹的利用关系 不仅要从澳大利亚手中要资源 还要骗更多的钱